时空场的转变 大家要注意 从最近的一些 我们道场的举动 大家看到了 我们所愿悉令满足 我们往年做很多法会 可是就没有做难斗败斗 虽然我们今年要严肃的时候 才发现 这个难斗它是严寿真经 它就是专门严寿的 为什么难斗主生 北斗诸死 为什么难斗主生 难斗是居你的魂在体内的 你体内也有一个难斗 你是天地生成的吗 你这是一个杯子 杯子里面装着什么 所以你装着南斗的东西 北斗的东西 东斗的东西 西斗的东西 中斗的东西 环天星斗 你像个海绵 自拉给它吸到你的身体里了 你身体缺南斗的东西 心就不好 心脏就不好 它是在我们的心脏这个位置上的 北斗是在脊椎骨 任督二脉上的 这个是在你的心脏胸腔这个位置上的六斗 它居你的三魂不分家 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生死 魂飞魄散了 天魂不在了 地魂不在了 人魂不在了 人死了 魂飞了 魄散了 人死了 人的生死就是一个魂一个魄 七斗为我们居魂 你把这个北斗七星 为什么能够延寿 我们的这个内北斗七星灯法 为什么可以延寿 那它就是替你看着魄不散的 魄安于体内 人的形体 肉体的活力 行为要有魄力 所以你七个魄 丢失一个就开始出现健康的问题 丢失两个 基本上就不能睡觉了 丢失三个 基本上你跟植物人差不了什么了 就手胳膊腿都不能动了 所以是 那这个居魂炼魄 把三个魂 三个魂 天魂回归天界 北几星的位置 人就死了 他不回来也就成植物人了 没有思维 没有大脑了 大脑没有功能了 地魂在一走 这个爽灵 那个叫太光 爽灵一被拘 你去 一丝去 参加审判了 到地府里去了 到阎王殿去了 你人就只剩一个守施鬼 人魂守在自己身体里面 七魂依赖于北斗七星 北斗九皇 这个三魂依赖于南斗六星君 他可以帮你拘魂 所以我有时候救那些快要死的人 就请南斗星君帮忙 南斗星君一摇头 我一看这人没有希望 所以是 大家要知道 这个三魂不离体 死不了 你能把天魂拘着 地魂拘着 他就死不了 三魂对我们的生很重要 对我们的生命很重要 你的三个魂 要很乐意地待在你这个躯壳里面 你才yes ok 想活就活 三魂要走开了 你没机会了 你想活没机会 所以大家要知道 礼拜南斗是这样重要的 就是拘你的 请这个南斗六星君 拘你的魂不离 你就死不了 就死不了 当然你要借助七魄的力量 有魄力保护自己的肉身 不要脑溢血 不要抱血管 不要什么 否则三魂他不可能回归 所以我们的这个 太上说南斗严树 都人妙经里面 也告诉了大家这个秘密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谢谢观看